来,请看 他说,请你把文件中 只要是有三角形符号的 通通用什么取代 底下一条线来做取代 如果你用 你不用我们的所谓的取代的方法 那也可以做 那就是一个一个的 有没有,把它改起来 那当然,你这份文件里面 到底有多少三角形 你都要找看看 我们是说,只要是三角形的 通通都要改成这种底线 意思是这样子 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啊,我们 从里面啊,你先随便找 从上面往下找到 找到一个有三角形的 随便拿一个都可以 先把它选起来 像我找到这个,我就把它选起来 把这个三角形选起来 然后呢,请各位往右上角看 它在常用的标签里面 往右边看过去 最右边最右边有一个取代 各位看到了没有 请你把它点一下 好,我在这边等各位 现在请各位先进来到这里 记得把三角形先选起来 好了吗 取代的功能表打开了吗 来,我们继续咯 请各位站一下动作咯 好,各位你看 他很聪明咯 我们把三角形选起来 你进到取代来 自动就把三角形 他自动就把三角形放进来了 有没有看到 好,所以这边有三角形才行啊 代表说寻找的目标 好,没错 好,没错 就是这个三角形 再来更多哦 给他点一下 好,请注意了哦 先点一下更多 做什么呢 这个三角形这边啊 我们请各位呢 使用万用字缘 就是只要是三角形就可以了 多大多小没关系 只要是三角形都可以 都要找 好,另外呢 往下搜寻啊 不行 要整份文件都找 所以搜寻 请各位点下去啊 全部 全部就是整份文件都找的意思 好,要不然的话 往下搜的话 那刚刚我们选的地方的上面 有三角形就不会被找到了哦 好,啊整份文件都找到 要做全部 好啦,接下来 各位呢 这边啊 使用万用字缘 这边啊 选全部 设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到这边来 取代为 各位看到了吗 把它点一下 好,把它点一下哦 点下去之后呢 各位 底下那一条横线要怎么打出来啊 对,请注意看 注意听哦 按住 S H I F 不要放 按住 噓的键不要放 再把那个 固箱的那个箱 各位看到了吗 键盘上有一个固箱的箱 固箱的箱 它就在那个0的旁边 有没有 键盘的最上面一排 有没有 1234567890 键盘的最上面有一排数字 那个0的旁边就是固箱的箱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哦 很好 嗯,按太久 所以呢 我把Shift的键 按住之后 再点一下那个固箱的箱 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底下一横就出来了 所以呢 上面是三角形 记得搜寻是全部 使用万用资源 OK 再来到第二欄 把这个底线打进来 好,然后就不要动 我在这边等各位 来,请各位开始 好 OK了吗 然后就不要动哦 万用资源搜寻是全部 然后到第二欄点一下 打上那个底线 打上底线 打上底线 好了哈 有问题 赶快举手 我们助教过去协助你 如果好了 我们准备要按 全部取代 来 我们切换一下画面 好,这边讲 我们就让各位休息一下 好,因为一个小时到了 好,来,我们看一下 请看哦 使用万用资源 全部 好,到第二欄点一下 打上底线 好,我们按全部取代 后来跟你讲 完成了42项作业 整份文件有42个三角形就对了 好,按确定 好,按关闭 各位 找看看 还没有三角形 没有了 通通都变成什么 通通都变成 那一条横线了 有没有 包括这些都一样 好,OK 来,先交给各位 请你把它取代掉 取代以后 检查一下 应该就没有任何的三角形才对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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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